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三国茶馆 我是说书人刘玉 又来到诸葛亮北伐的主题了 今天来谈谈诸葛亮第三次北伐 首先来一个前情提要 第一次用兵 马术师接艇 北伐失败 第二次用兵 好召死守成仓 北伐再次失败 那么第三次北伐结果如何呢 我真的好想赢韩国 不 好想赢韦国啊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蜀汉的粉丝 可以安心收看这场比赛了 而且还可以反复重播 第三次北伐的结果是蜀汉的胜利 诸葛亮打下了重要的第一胜 至于战事的经过 我们马上进入大地图来看看 诸葛亮派出城市的军队 攻打武都郡 英平郡 这时候镇守西方的郭槐 立刻带着军队救援武都 眼看就要上演一场激烈的大战 不过奇怪的是 史书各处记载中 在武都并没有明确的交战记录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次北伐 没有太多激烈的攻城或守城战 而是一场头脑战 郭槐的大军刚来到武都 突然传来一消息 诸葛亮的军队正在进攻见围 卫军上下都吓了一跳 郭槐傻眼 郭槐问号 怎么敌军突然就跑到我背后了 这边用下棋来比喻 当时黑子跟白子即将在武都叫风 而棋盘上方仍是一片空白 诸葛亮知道棋局的发展 必须抢在北方先下一指 俗汉也确实抢到了陷阱 这可以说是杰出的一手啊 诶 这影片好像有种熟悉的记事感 这边不是说书人偷懒喔 因为这段过程和第一次北伐太下门了 话说接停位在隆右交通的要道 而建威也是如此 建威的位置临近其山 这是诸葛亮北伐最爱走的一条路 郭槐看到诸葛亮出现在背后 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如果诸葛亮一路往北打上去 那还得了 于是郭槐将大军向后撤 决定死守建卫 这个决策等于放弃西边的两军 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 陈氏攻下了武都和应平 陈氏算不上是名将 有被过去攻打汉中发兵以礼 都曾带着陈氏出战 但他没有太多亮眼表现 为什么这次能立下大功呢 那自然是因为成像的战略 这一战可以看出 诸葛亮真的是一位 持续进化的总督帅 先前有持续接庭的教训 这一次诸葛亮亲自率主力军队 到前方跟卫军抢阵地 而郭槐放弃边境的军线 急忙带着军队阻挡诸葛亮 这是非常合理的判断 总不能让蜀军就这样向北进攻吧 然而郭槐的决策 完全在孔明预料之中 郭槐退守建威与诸葛亮相持 但诸葛亮并没有继续向北进军 在平定五都殷平二郡之后 魏军和蜀军便各自退兵了 诸葛亮先让郭槐以为 蜀军主要目的在于突破建威 当郭槐回头防守的时候 诸葛亮却没有押上大军更他拼命 毕竟诸葛亮很清楚 只要撑个十秒就够了 果然城市就在这段时间中 打下五都殷平 曾像这次用兵虚虚实实 堪秤绝命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 这一战的战术运用更上一层楼 没花太多力气就打下了两郡 说到这边 或许我们也可以提出质疑 诸葛亮真的没有向北追击的意思吗 那是不是打不上去 只好回头拿下两个小郡啊 这边我想说 不 这本来就是诸葛亮想好的剧本 主要原因请看北伐的时间 蜀汉第一次北伐在渐行六年春天 同年冬天展开第二次北伐 那第三次北伐呢 就在隔年的春天了 其实中间根本间隔不到几个月 如果苏格亮有意出动大军 一鼓作气挥军向北 比如说最后一次北伐 那就需要一段修养跟集气的时间 才能放大绝招嘛 而这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次用兵 我认为苏格亮本来就只是想要 抢下边境的军线 作为之后继续北伐的基地 所以我才会说 苏格亮将郭怀大军骗到后方 这是非常漂亮的战术 有人说啊 第二次北伐的失败 其实是孔明设了一个局 好让第三次北伐得以成功 我自己倒是没有支持这个说法 从史料上来看 第二次北伐 应该就是想趁着曹魏不备 靠齐齐一举夺下陈昌 结果谁知道 遇上铜枪铁壁般的好招 假如说苏格亮是在布局 这好像把他收得太深了 我认为如果要赞赏孔明 应该说他对于用兵和退兵的拿捏 他今天非常优秀 眼看打不下陈昌 他没有继续跟你耗上半年一年 该退兵就退兵 然后寻求新的机会 果然就在第三次北伐 打下了战争 最后 我们来分析这场战争的后续影响 蜀汉打下了胜仗没有错 但如果有人向孔明道贺 我想丞相又会说出和之前相似的话 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根据记载 早在刘备打下汉中时 曹操就认为这个孤零零的五都郡 太过遥远了 将五都许多百姓牵回各个郡心 其实五都、殷平对于曹魏来说 在不得已的状况下 本来就是可以舍弃的 蜀汉得到这两郡 也无法从中获得多少户口及资源 而且我们再看看地图 当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他最爱走骑山道 五都、殷平都在必经之路临近 这两郡根本就像是 所恨家里的厨房嘛 诸葛亮多次来去自如 对朝外来说 边境每次被攻打 就要调派大军支援 又发飞兵员 又耗损财力 不如就把这个地狱厨房 让给他们吧 这么说来 难道诸葛亮这次的胜利 毫无意义吗 话当然不是这么说 说出来只是做个平衡报道 这不能说是什么 扭转局势的大胜仗 但我认为 这确实是 书葛亮重要的一场胜仗 别忘了 前两次北伐都以失败收场 如果这次再输 那以后大概也不用打了吧 据说书葛亮在第二次北伐前 写了后出诗表 陈述小国如果没有作为 那只是坐以待毙罢了 我知道后出诗表的真实性不高 可能是畏座 但光是这文章的存在 就说明了一件事 当时很可能有些 质疑北伐的声音 所以才会有这篇表文 里面举出许多例证来说理 总之必须北伐 不打也会亡国啊 所以第三次北伐的结果 或许没有很大的直接利益 但是对于北伐的信心来说 太重要了 你看 但我们也是能打赢卫国的 由于这一战夺下两郡 诸葛亮新建了汉城、勒城 这两个基地位于汉中左右 往后若要出兵 无论是走山谷小路 或是走齐山大陆 对于佣兵都有更多的弹性 这就是拿下五都殷平的战略价值 之前蜀军在阶庭落败 书葛亮辞去了丞相的职位 嗯 虽然实际上他还是在做丞相的事情 但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毕竟书葛亮是蜀汉的招牌明星 而经过这一阵 丞相的明星光环回来了 后主下召说 接听拜扇明明是马术的过失 您说要扛起责任 深深责备自己 我看得很心疼 但也只好听您的话 不过去年出兵斩杀王庄 今年用兵又夺回五都殷平 功勋如此显赫 现在您背负着国家的重任 将要继续对抗贼军 如果还这样谦让贬低自己 就不对了 我现在恢复您的丞相职位 请您不要推辞 后主持范言词挺让人感动 于是丞相归位 从战争中得到经验 升级过后的诸葛亮回来了 那关于武侯的北伐之路 在这边刚好说完一半 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觉得意有未尽 偷偷预告一下 下一站更精彩 祝福亮跟司马懿终于要对决了 预知详情如何 别忘了订阅 并且锁定说出人的频道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人刘裕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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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